关注资深艺人赵顺 他曾经历经三次中风 结果在过年前他惊觉 他罹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 一个晚上会断气超过千次 现在得靠特制的呼吸器来入睡 整个相应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刘哲军 好的主播 56岁的资深艺人赵顺 曾经经历了三次中风 还因为糖尿病必须在家洗肾 那么年前的时候 他惊觉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 上周小年夜的时候 去医院检测之后 发现一个晚上会断气超过千次 所以他现在呢 得带着呼吸器才能够睡觉 他还因此笑声自己是铁面超人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以前我停止呼吸 我记得我几年前在台湾做过 一个小时七十几次 这一次 没有进步的 一百七十几次 一百七十几次的话 那真的是整个睡觉 你没什么睡 就是很浅 然后就经常睡 一个多小时去洗过来 怎么样 白天永远昏沉深 影响到我的思考 影响到我的行为能力 好的 其实赵顺上周才到医院检测 才知道自己离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 一个小时内会呼吸停止一百七十次 加上除夕没有忌口吃多了 才会因为肺水肿 引发心脏衰竭 在家里整整休养了三天 今天才出关 好在今天的他看起来气色不错 谈到自己客串的大尾如曼 票房很好 他也感到非常开心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状况 主播 仿佛 我可以了